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兄姊妹早晨 又到迎接神的时候 请大家坐好、静心、密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啊,好开心又到你的电宗赞美敬拜祢 那份安场、那份喜乐是无可替代的 感谢祢 主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见到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 我们很恐惧 但与你同在 我们不再惧怕前面 将网幻变的未来 我们任何困境都看得出路 任何事加在你手中都变为美好 今天我们就将今天聚会加在你的手中 求你保守大领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好,多谢大家 现在又到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了 好,在赞美神之前 我们先讲出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 是在诗篇第三十六篇五至十字 请大家听下读出 耶罗话 耶罗话 你的慈爱尚及知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仓 你的公义好象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淵 耶罗话 人民伸促 你都救护 神啊 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任下 他们必因你店里的肥金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学你落河的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愿你尝诗慈爱及认识你的人 尝以公义代你心里正直的人 感谢神的话语 好,我们现在赞美神 请大家起立 因为耶稣说 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自你全地的大君王 我们现在就要 向我们神歌颂歌颂 向我们王歌颂歌颂 全地至高是我主 圆灵内苏醒 心献中赞歌声 投在你的似蓬 愿你是人旧情 愿荣耀归主 愿荣耀归主 高唱中赞新歌 琴和应失就名 我寻个姓齐何 全地至高是我主 各邦一致重阳 两只歌尽献主 荣耀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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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唱中赞新歌 琴和应失就名 我寻个姓齐何 全地至高是我主 各邦一致重阳 一只歌尽献主 荣耀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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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邦一致重阳 两只歌尽献主 荣耀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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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乎所书二章八节。 我们之所以得到永生,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才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 而是因为我们信,信那个赐给我们永生的神,信我们的主耶稣。 请大家轻轻地将这首诗歌献给我们的神。 Zither Harp 憑信,他里边已,恩信,传言奉上爱知。 憑信,还有人全力找着天使,赢到祝福,换了名字。 憑信,他陷近红海,恩信,连潮浪也分开。 憑信,曾有人被冠于狮子心内。 仍敬拜上帝,发誓致死不改。 在某天他决心,华欺妖在成爱。 憑信,放声负陷城墙,便倒塌下来。 又有善知被老他放上,在心里正待。 仍确信上帝,荣耀会回来。 憑信,我们坏着贫居。 仍确信,同沉着了认语。 憑信,你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 朝近美家乡就回去。 请大家起立,我们再唱一次。 习惯,然后再唱一次。 习惯,他凭来辩议。 习惯,他准备,因信,传言奉上爱子。 习惯,罕有人全力找住天使。 习惯,他逗风,换了明智。 习惯,他哼跟走开。 习惯,他所态吓走开。 潮浪也分开 贫信曾有人被困于狮子看内 仍敬拜上帝 发誓致死不改 在某天他决心 说是要再成爱 贫信放声负陷 平常便倒塌下来 又有善之被老他放上 在心里正代 仍确信上帝永远会未来 贫信我们坏着贫居 恩信同沉着了应去 贫信能够发现在世间 此时寄居 潮近美家乡就会去 感谢神多谢大家 请大家坐 现在是到我们分享的时候 今天的分享是由我们的Sandy姐妹 请Sandy姐妹 帝兄姐妹 主内平安 感谢主 今天有机会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 我信主的经过 我是在中国长大的 我们的祖辈都是拜偶像 在这样的环境下 当时的信仰都很封闭 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福音 真是神的美意 有一次在我的检查当中 发现了我自己的乳腺里面 在一个胸骨里面 有个肌瘤 医生叫我做手术 当时自己真是六神无主 还没有认识神 怎么算好呢 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开始 在低谷无助的时候 神借着我的女儿 向我传福音 当时他大概是18岁左右 原来他在同学家中 听到他的父母 跟他说述福音 真是感谢神 神真是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都未曾听见 人心都未曾想到 那我女儿在手术的时候 就跟我说 妈妈 我为你祷告 因为神会赐给我们 有平安 那我就和先生在一起 在述前就祷告 真的祷告了之后 真是很奇妙 我的心很平静 也很平安 那我就在心里面说 我说 神啊 如果这个手术做完之后 你保守我 而且我肌瘤 拿去化验是良性的 我一定要为你做见证的 真的很感谢神 虽然一个手术 让我由于结效 结效如生 让我真实感受到 这位才是真神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以前我拜的偶像 全部都是 在生命当中 自以为是 我自己都是 在生命当中 都觉得是苍白无力的 那我就和那女儿一起去了 当时林献高 那个家庭教会 听福音 当我听到 福音的时候 神说 我就是 道路 真理 真理 生命 如果没有人 如果不是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去到福那里 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他似人 认识到生命的真体 复活永生的生命 哇 耶稣就是爱 听到耶稣为我的罪 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一刻 圣灵真的触摸到我的内心 那个时候 我真的 哇 眼泪是这样 不停地流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 圣灵微微地跟我 小声地说 你信吧 口里面承认 心里面肯定 他就会 赦免你一切的罪 因为耶稣 是救主 你信了他的罪得赦免 感谢主的救恩 接着我就 一直都在教会里面 去听福音 后来就 决意受洗 成为了一名 基督徒 成为了一种新造的人 藉着这个美好的见证 福音是靠 我们除了福音之后 都是靠生命去影响生命的 我就按照主的教导 在圣经里面 在家中 孝顺父母 他说 使你得福 妻子 顺服丈夫 做好自己该尽的责任 侍奉好家庭 这些是我们神所喜悦的 在教会里面 也都 竭力地尽心尽力侍奉 藉着圣灵的工作 改变了我从前以前 有很多不好的坏习惯和罪业 比如妒忌 生气 不懂得包容 等等 让我借着圣灵的工作 将从前不好的改变了 远离了罪恶 恨时为人 是以蒙照的恩 相情 这样做是将荣耀归给主 感谢主 因为这样做 神喜悦 我的心也都很平安 好喜乐 每一天 从以前就不同了 我亦都憑着信心 因为我信了主 亦都很想我丈夫 信主 我就憑着信心 为她代讨 渐渐我在家中 我的丈夫 和我妈妈 也都恩赞我改变 而信了主 蒙恩得救 很感谢神 当时我妈妈受洗的时候 已经是96岁了 借着神的恩典 让她在晚年的时候 享受神的同在 她很平安 好喜乐 直到她101岁 安息主怀 感谢神 作为女儿 我真的很感恩 感恩是什么呢 我能够在晚年的时候 将妈妈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将来在天家 都能够相聚 哇 几美好啊 真是感谢主 感谢主带领 也都借着圣灵的引导 我丈夫也都在教会里面 在侍奉 真的很感恩 神的恩典在我们家中 真的不断地在这里 赐给我们 回顾我们的婚姻三十几年 想想如果我们的婚姻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国家入 我相信我们的婚姻都好像其他人那样失败告终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失 人会变 环境也会变 情感也会变 生活中很多的磨擦 矛盾 心心灵的疲倦 我相信 可能弟兄姊妹都有同样的经历 这些是神给我们在人生里面 在家庭里面的功课 感谢神 借着圣经的话语 让我去话语当中 去经营这段婚姻 当我们要让神 去加入我们的婚姻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经历和体会到 婚姻虽然是不完美 但能够经历神许多个美好 更加成全了我们的婚姻 夫妻二人恩着神的爱 所以我们更加婚姻相爱 也借着神的遥书 折纳忍耐 所以我们很感恩 特别我在圣经里面 最喜欢的就是 爱的众歌 真是爱里面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疾度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张狂 不在害羞的事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疑 只喜欢真理 所以在家庭里面 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这在哥伦多传书 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 是讲的 所以我常常 我们的婚姻在家庭里面 我都是以这个 这个座由名 作为我们是 婚姻里面的 的指路明灯 感谢神 所以 神赐给我们 有生命的真理 和圣经宝贵的话语 所以我凡事都 学会交托 仰望 甚至顺服 只是简简单单地 尋求祂的旨意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祂所赐给我们的 真是叫人附足 并不加上忧虑 人心的囚算 耶和华 祂指引 祂的脚步 所以我们跟随 神的脚步 是不会错的 不偏离祂的道 所以我们常常 都要读圣经 每一天都要去灵修 所以神的恩典 真是救我们用 真是很感恩 人仲言失信 但是我们的阿爸父神 祂是可信靠的 因为一切的 因为一切有福的确具 都是从救属主 耶稣基督以来的 封诚的恩典都在神的里面 很感谢主 我这样的分享 希望大家 能够真是在家中里面 为未信主的家人 真是狠切祷告 求神也都简选他们 真是蒙福蒙恩 感谢主 愿一切荣耀到贵 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 愿神赐福大家 阿门 感谢Sandy姐妹的分享 她相信神 以靠神 为神分享神的福音 让我们看到信望外 这是基督徒应做的事 我们现在有请 莫世神姐妹 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 大喜主妹 朋友 我们在YouTube见面 很感谢神 有这样的机会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我要讲的就是 要相信圣经里面 所讲的神 评论要这样讲 第一我们先看一下 有没有神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宇宙 有很多人不信神 就说 宇宙是一个大爆炸 这样出来的 有没有可能 通常呢 如果是物理定律 同意我们说 就是说 那些物质 只有由好变坏 就没有由坏变好 所以怎么可能 这样乱七八糟 爆出一个这么整整有条的宇宙呢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用心去看这个宇宙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觉得一定是有一位创造的 将它安排得这么美好 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 十九二十节 那里很清楚和我们说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做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圣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藉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 也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全阳他的手段 其实真是 如果你真的睁大眼 看一看宇宙 这么整齐 这么有秩序 不会说那些星球大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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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 你看日出 日落 越出 越从西方 出 落 这些全部都是 很有条理的事 从这方面 我们都已经不能不说 一定是有一位创造者存在 我记得有一个 关于一个科学家 牛敦 牛敦是很出名的 一个科学家 发现地心吸力 我认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 其实可能你不知道 原来他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 有一次他的朋友不信神 就和他探访他 在無語中談談到宇宙有沒有創造的神 這位朋友說是哪有神 所以牛頓也不知如何跟他說 後來他拿了一隻很漂亮的代錶 拿出來給朋友看 他說這個錶很漂亮 誰弄的 弄得這麼漂亮 牛頓就跟他說 他說沒有人做的 一堆東西碰到一塊就碰到出來 這個朋友當然不相信 他就說你開什麼還銷 哪有可能碰到這個錶出來 牛頓就很認真跟他說 你一隻這麼小的錶 你都覺得他沒有可能自己碰出來 有歸有舉得行 這麼大的宇宙 你反而就覺得沒有一位創造者 有這樣的事嗎? 所以這個朋友就沒有話好說了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要從這個偉大的宇宙 我們真的已經知道就是有一位創造者 好了 既然是說宇宙可以知道有一位創造者 我們接下來就要知道 這位創造者 這位神是哪一個呢? 我們怎樣去找祂呢? 用什麼方式呢? 好了 我們就知道 如果神是創造的 你想想祂找我們容易些 因為我們找祂容易些 其實古今宗外 人都有一個拜神的傾向 為什麼? 因為神創造人的時候 祂已經把這個要尋求神的心 放在我們裡面 只不過是本來人和神 在聖經記載 在這段的時候和神是有直接來往 但是當阿當犯罪以後 就走失了方向 和這個聖結的神脫了關係 但是一直以來 人始終都覺得是有神 所以雖然是很微小 但是還是有一個心 我們還是要找回這位神 找回這位神 所以怎樣? 你看世界什麼地方 有人的地方就會拜神 拜什麼呢? 他自己去找 看看好像埃及人拜什麼 拜尼羅河 拜牛 甚至青蛙都拜 我們中國人又怎樣?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兩樣 拜樹頭 拜石頭 拜菩薩 拜觀音 拜關公 土地公 什麼都拜 其實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明顯的 神真的把一個尋求神的心 放在我們當中 叫我們知道人很微小 有一位創造神給我們偉大 人就想盡辦法去找這位神 但是很難找 我舉個例子 神是創造的 比我們偉大的多 譬如說 有個三歲的小孩 走失了 我問你 這個小孩如果想去找他爸爸 他找爸爸容易嗎? 還是爸爸找他容易嗎? 我想大家都知道 當然是爸爸找他容易 因為爸爸有智慧 又有經驗 每樣都有 這個三歲的小孩 他懂什麼呢? 所以今天 人去尋求神 就有點像這個三歲的小孩 去找爸爸一樣 怎麼找得到呢? 所以 爸爸找就容易了 所以創造我們的神 他也知道我們沒辦法找到他 但是他還是很愛我們 好像這個爸爸 愛三歲的小孩一樣 他就會主動地尋找我們 聖經說他愛我們 甚至派他的獨生兒子 耶穌基督 來到世界上找我們 但是人都是因為犯罪和神脫了關係 等於都是判死刑的人 那怎麼辦? 神不能夠閉上眼說 哎呀好吧 你犯罪我也不理 神是聖結的神 是慈愛的神 所以祂只能怎樣呢? 將耶穌基督派到來 耶穌基督是無罪的 但是祂來 為了我們的罪 成為我們的代罪羔羊 我們只要相信祂 以承認祂為我們的罪受死 承認祂是神所派來 拯救我們的 我們接納耶穌基督的時候 神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 祂說我赦免祂的罪 使得祂能和我和好 所以你看耶穌基督的門徒 約翰好、彼得好 其實還有其他的門徒 我不能夠一一舉 他們都為這件事來做見證 所以在約翰福音寫的第三章十六節 基督徒都很熟悉這些聖經 就說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 賜給祂們 但是要怎樣呢?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因為神猜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備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命 所以你看神已經為我們預備救恩 就說你相信耶穌基督 祂為你的罪死了 你相信祂 祂就赦免你的罪 這樣的話 你和神重新建立一個關係 就能夠得到永生 以後可以和神永遠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需要 那你就自己擔自己的罪 自己擔自己的罪的結局就是什麼呢? 就是死亡 與神永遠的隔住 剛才我也說到 除了有罪 彼得也在《使徒行傳》也說過一句話 很清楚告訴我們 除他以外 就是除了耶穌基督之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刺下別的命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所以你看很清楚說 不是說東拜又得西拜又得 這個是神 那個也是神 而是說除他以外 除了耶穌基督之外 除了耶穌基督之外 再沒有一個拯救的方法 因為耶穌基督是神派來拯救我們 天下人間沒有別的命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一定是要靠著耶穌基督 因為祂是從神來的 馬可福音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祂自己也怎麼說呢 祂說人子來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而且要寫命作多人的屬假 所以耶穌都知道祂來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拯救我們 甚至為我們把祂的命都寫了 即是沒有罪的代替我們死 那時候神才可以 因爲耶穌基督把我們的罪拯了過去 神才可以說 好吧 我就赦免你的罪 還有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 祂自己也很清楚說一句話 好像剛才彼得說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耶穌自己說的是什麼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接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哇 很清楚很清楚一句話 你想想 從來有沒有人敢這樣說的 就說你不靠我 你不可以去父那裡 我們中國人的聖言 孔夫子都很受人尊重的 但是祂也不敢跟別人說到生和死的事 祂說不知生因知死 意思就是這些生死問題 我都不敢碰 但是耶穌基督很直接就說 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靠著祂才能去到父那裡 我們來看看 講這句話的人 是一個什麼的人 都有幾個可能的 有些我們說 這個人是神經老 他什麼都說 我是誰 我是誰 隨便亂說的 有這樣的人 這些瘋子 可能就會說 我是神 我是什麼什麼 這個有可能 但是也有另一個可能 就是那些老千 專門騙人的 或者想自己得到什麼好處 就說 我是什麼公司的總裁 你和我投資 你就賺大倍 也可能會是騙人的 還有一個人說 他可能真的 真是正誠實實的來介紹他自己 所以耶穌說這句話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藉著我才到神那裡去 我們知道耶穌基督絕對是歷史上的人物 而且如果你去看百科傳書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篇幅 都介紹耶穌 還有一樣很特別 每個介紹耶穌的人 對耶穌說的話都是好的話 就算他沒有承認說他是神的兒子來拯救人 但是最低限度對他的評語都是說什麼 他是很偉大的教師 很智慧的聖言 我真的從來沒聽過 我都挑戰你們要聽 有沒有人說耶穌是癲老 有沒有說耶穌是老千 真的從古到今中外 都沒有人說他是這樣 所以如果他又不是老千 又不是癲老 他可能他介紹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這句話是真實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應該相信 跟著耶穌基督所說的 靠著他 我們能夠得到永生 罪得赦免 能夠同神和好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找神很難找 但是神派他兒子來找我們 就很容易 因為好像爸爸找兒子 兒子找爸爸兒子 當然是爸爸找兒子 所以神找人 絕對讓人找神容易 其他宗教都是人找神 只有我們所信的 基督耶穌是他來找我們 所以希望大家在這個方面 開始很好的思想 還有聖經 為什麼我要信聖經裡面 聖經裡面 是神所默示的 誰知道聖經是神所默示 我們都跟一些客觀的地方 來看一看 第一 考古家 有發言 時事到現在 時不時都會有發言 原來聖經說 某某人生曾經活過 某某地方曾經如何 能夠發現到一些遺跡 我舉兩個例子 好像哥林東後書 保羅 即是耶穌的使徒 他說 在大馬士革 阿里達王手下的提督 守住大馬士革城 要捉拿我 即是說他在那裡很危險 這個阿里達王要捉他 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這個阿里達王是什麼人 聖經說 他是希律大帝的兒子 剛剛在加利利 就是猶太那個地方 那個北邊的地方 加利利區 做分封的王 那有沒有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人 後來真的考古學家 在約旦和意大利 居然找到一些銀幣 即是那些錢 還有一些人工製造的製品 有這個人的名字在上面 刻在上面 很清楚知道 實在是真的有這個人 不是他們想出來的天方夜談的故事 還有一樣很特別 就是最近考古學家 在美國人種遺傳學雜誌 那裏 就是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發表了一篇論文 他說什麼 三千七百年前的家難人的DNA 從現在的黎巴嫩人的DNA居然相合 有可能這麼多年前 一直傳到現在 很多反對聖經的人 就說用這個來證明 你看聖經是錯的 為什麼他們這樣說 他說因為 以色列人 神要他們去加南地的時候 神說我將加南地賜給你們 你去的時候 要將加南地 全部那些加南人 因為他們最惡滿營 神要將他們消滅 既然消滅了 那就應該沒有那些DNA存在 為什麼現在還有呢 如果你仔細讀聖經 你就會發現為什麼 以色列人沒有聽神的話 沒有將加南人完全滅絕 在《士師記》說 不單止不要說它完全滅絕 甚至都沒有將他們趕走 所以就算到新約的時候 就是耶穌基督的時候 當時已經過了他們進加南地 一千多年了 《馬太福音》那裡提到 特別說有一個加南婦人 來求耶穌 說明她是加南婦人 證明在那個時候 還是有加南人存在 到現在他們又發現 DNA和黎巴嫩的人的DNA很吻合 所以證明加南人真的有存在 還有聖經實默示著一個很大 其實這是很有力的 一個證明 聖經這麼真實的 就是什麼呢 以色列居然復國 以色列居然復國 什麼時候 我經常都記住這個日子 在1948年5月14日 他們本來已經分散到全世界各地 根本就沒有一個以色列國 那些猶太人個個都知道 全世界分散的 但是居然在這一天 他們回到以色列 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個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成績 你想想一個國家亡國了二千多年 怎麼可能可以再一次成為一個國家呢 這樣的事情除了神叫它發生之外 沒有可能的 我們看一看 由歷史來看 很多很多歷史的強國 好像以前說的 什麼亞術國 巴比倫國 馬代波斯 希臘 羅馬 這些國家都是非常非常強盛的 但是當他們一滅亡之後 就無影無蹤 今天我們還有沒有聽到有羅馬國 都沒有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 是有歐洲國家的 但是就沒有了這些國家 不過奇怪的是 那些國家忘了就忘了就沒有了 但是以色列人 他們當時因為拜偶像 忘記神 野神發怒 所以神就使得他們亡國 分散到世界各地 但是無論他們亡國多久 無論人家怎樣逼迫他們 你看就算近代我們 二十世紀的時候就知道了 德國的希特拉 殺了六百萬的猶太人 蘇聯的史太林 也都殺了幾百萬的猶太人 他們已經人丁不稀少了 但是怎麼可以復國呢 最重要的是為什麼 因為神紀念 神和祖宗阿伯拉罕 立的約 因為神和阿伯拉罕說 我會賜福給你的子子孫孫 直到永遠 所以 阿伯拉罕是主力前 即是耶穌基督之前 幾千年前的事 但是神的話語 是要仍然的 因為神在旧約的時候 亦都藉著先知發過預言 就說我有一天 會從世界各地 將他們召集回來 成為一個 而且我還要特別賜福給他們 你說在哪裡有這樣的記載 如果你有聖經 或者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以西結書 三十六章 以十四節 其實整段都是 我今天只是選擇其中的 讀給你們聽 二十八到三十節 它說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 從列邦召集你們 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 列祖 就是阿伯拉罕以撒瓦國 列祖之地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們的神 作你們的神 我必救你們脫離一切的污衛 有必命五谷封登 不是你們遭遇飢荒 我必使樹木多極果子 田地多出土產 好叫你們不再因飢荒 受外邦人的機潮 哇 這個應許你看 這麼多年前 這麼多年前 神已經應許說 雖然是你們犯罪 我將你們分散世界各地 但是有一天 我會將你們再帶回來 結果神真是進實的神 1948年5月14日 神將以色列人帶回去以色列的地方 成為一個國家 而且神這裏應許他們 樹木多結果 田地多出草產 以色列其實很小 大概都不知道有沒有八千平方里 比台灣更小 但是他們的農業技術很先進 每年可以出產很多的鮮花 很多的蔬菜 很多的水果 用飛機運到外國的市場去賣 而且聽說 他們那裏的石油的存量 比其他國家更多 所以你看 是何等豐富的一個國家 也是因為神應許的 一定會實現 記得曾經在英國的一個女王 可能你們都聽過她的名字 Queen Victoria 維多利亞女王 他一次就問他的宰相 Prime Minister 他說 你為什麼知道 你覺得聖經是真實的嗎 你怎麼知道 他的宰相怎麼跟他說 他說 女王 你看看以色列的歷史 你看看以色列的歷史 是真的 因為以色列神對他們的應許 一一都實驗了 所以如果今天你不願意相信神的話 我也請你 看一看以色列人的歷史 神如何將他們帶回來 望國這麼久 成為一國 而且還有 亦都因為 我相信聖經 我今天在這裏 亦都大膽發一個預言 雖然他們是被很多的敵國包圍 是否回教國家 全包圍他們 但是 神已經說了 他們從城一國之後 以後不會再被分散 所以我可以大膽跟你說 以色列人絕對不會被推到地中海 雖然伊朗經常說 要將他們推到地中海去 但是我可以大膽說一句 神說他們不會再被分散 他們一定會留在那裏 所以請你們用這個角度 你們真的要相信聖經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還有 旧約聖經對我們的主耶穌 在世界上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也都是旧約已經有預言 新約的時候 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就已經是應驗 第一 看到耶穌基督的降生 很特別的 是同精女瑪利亞所生 所以以賽亞書那裏 第七章那裏就已經說了 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 同女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的意思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 所以耶穌基督來到世界 就真的是神與我們同在 而且真的就照 好像旧約這個預言 他是真是同精女瑪利亞所生的 他不是男女結合所生的 而是同精女瑪利亞所生的 還有耶穌出生的地點 很早旧約的尼加先知 也有預言作 就說是百利行城 百利行城 這個也很特別的 因為尼加書那裏 預言說什麼 他說百利行的以法他 你在猶太諸城中 雖然是最少 但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 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 他的根源從緊固到太初就有 所以耶穌基督降生的地方 已經指定就是百利行 所以很特別的 當那些博士 即是有東方幾個博士 他們懂得看星相 一看 有一個星很特別 是說有一個新生王出生 所以他們就跟著這個星 一直跟著去耶路撒冷 去耶路撒冷的時候 當然耶穌不在耶路撒冷出生 他們就想 新生王 那當然是去找王 就問希律 究竟新生王在哪裏 希律不知 就問那些祭司 長老他們 問他們 聖經有沒有說什麼 你們是猶太人 你們應該知道 他們立刻就說 應該在百利行出生 結果這班博士去到百利行 真的就在馬曹 找到耶穌 所以耶穌的降生 在地點怎樣出生 聖經早早都預言 而且也早早實現 還有耶穌在世界的時候 祂做的功 也是聖經早就有預言 以塞亞書那裏說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耶和華用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德釋放 被囚的出監奴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 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我們看看聖經 耶穌在世上做的事情 是甚麼事 祂就是把天國的好消息 傳出來 使得那些謙卑悔改的人 可以和神和好 祂也有醫病 趕鬼 甚至使得死人復活 將人從罪惡和魔鬼的手裡 釋放出來 將帶給人有盼望和安慰 所以耶穌在世上 所要做的事 《舊約聖經》也有預言 還有更奇妙的 耶穌來雖然是神 但因為祂的指名是為人的罪 要受審判 受死的 所以耶穌在世上 也經歷了很多困難 很多痛苦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死 這些事情 這些細節 居然在《舊約聖經》 也有預言過 在大衛的詩篇 記得大衛是耶穌基督之前 一千多年的人 他寫的詩篇二十二篇 還有在一個先知 以塞亞 以塞亞是主耶穌之前 七百多年的人 以塞亞書五十三章 也有很詳細的描述 你看看詩篇二十二篇 那裡說什麼 一開始就說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這句話很熟悉 為什麼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他真的說了這句話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棄我 為什麼耶穌會有這句話 不要忘記 耶穌來的使命是為贖罪 神使得我們的罪 歸在祂身上 使得我們因為信耶穌 我們的罪歸在神的耶穌身上 我們才得赦免 但當耶穌背負我們罪的時候 神是聖結的 所以在那一刻 神都不要看耶穌了 所以耶穌才說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還有耶穌釘十字架是很特別的 有兩個囚犯 跟祂一起釘 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這件事 在以賽亞先知 也有預言過 五十三章那裡說 他將命傾倒 以至於死 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但祂是擔當多人的罪 還為這些罪犯來代求 所以你看看 這麼清清楚楚的 真是說耶穌在罪犯之中被釘 只不過是為我們的罪死 不是為祂自己的罪死 你說是不是很奇妙 如果不是神的默示 人怎麼寫得出這樣的話 還有以賽亞書也說 他說他被欺壓受苦的時候 不開口 好像羊羔群到宰殺之地 好像羊群在子毛的人手下無聲 也是者用不開口 我們如果看新約的時候 這句又有應驗 為什麼呢 當耶穌的猶太人 把他抓到彼拉多面前受審的時候 彼拉多查來查去都覺得他沒有罪 但偏偏的猶太人一定堅持說 要將他殺死 要將他殺死 他該死 他該死 彼拉多也無可奈何 就進衙門 然後就問耶穌 你到底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那些人對你這麼憎恨 聖經說什麼 耶穌卻不回答 你看前面說 以賽亞書已經說 他受苦的時候不開口 居然在這個時候 身約的時候 又認驗了 還有就是 他釘十字架的時候 他們那些三 詩篇那裏就說 他們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內衣沾溝 這個原來羅馬人有個規矩 那些釘的凡人的兵丁 可以將他們的財產分 所以四個兵丁 將耶穌的外衣分成四份 一人一份 內衣沒有說將內衣分 而是沾溝 即是說抽籤 為什麼呢 原來耶穌裏面那件衣 是一塊布織成的 很美麗的 即是展開了就很浪費 水冰丁真的就說 我們不要了 不如我們抽籤吧 誰抽到就拿那個 你看看 一千多年前 耶穌來之前 居然說的話 耶穌釘十架的時候 就認驗了 還有 聖經也說 以賽亞書說 他未行強暴 手中沒有詭紮 口中沒有詭紮 人死他和惡人同埋 誰知道死的時候 與財主同葬 要記得 那些釘十字架的犯人 通常是亂葬肝 沒有人要的 扔了一堆就算了 但聖經明明說 他雖然是跟那些人 是跟逆在囚犯中 在罪犯中 但是他死的時候 與財主同葬 怎麼可能 明明是犯罪 沒有人要的 但是聖經就是這樣 在馬太福音的時候 耶穌被釘之後 死了之後 居然有一個財主 叫做藥室 他其實也是跟隨主的 他走去比拉多 羅馬的省長說 我想要耶穌的屍體 那羅馬覺得 那些囚犯要不就拿 那就把耶穌的屍體 給了這個藥室 這個有錢人 這個財主 他們要用細麻布包住 又要用香膏抹了 然後把耶穌葬在哪裡 葬在他自己的身墳墓裡面 所以你看聖經說 他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結果真的應驗 一個財主藥室 居然把耶穌的屍體拿了 葬在他自己的身墳墓裡面 聖經就說很真實 很真實 我們不能不信 還有最重要的一樣 聖經就說到 耶穌基督是復活的主 耶穌基督復活的主 我們信仰的最中心 就是神的復活 耶穌的復活 你看其他的宗教 他們的宗教教主去了哪裡 全部都埋在墳墓裡面 沒有人去 如果那些人說去拜 拜什麼 拜死人 但是只有我們的神 是復活的神 祂沒有墳墓的 你如果去以色列說 我要去看耶穌墓 我跟你說 沒有人可以帶你去祂的墳墓 因為我們的主已經復活了 我們的主已經復活了 所以耶穌在世界的時候 也跟門徒說 告訴門徒聽 他說我會想耶路殺下去 我會受長老 祭司長 民事很多的苦 而且還要被殺 但是我第三天復活 耶穌早就已經預言了這樣 我們看看耶穌被釘了埋葬的時候 你看他的門徒當時 真的好像小老鼠一樣 因為為什麼 老師都被人捉了 所以他們都躲在門鎖上 關著 怕別人來捉他們 但是當耶穌以復活的身體 向他們顯現之後 他們就脫胎換骨 成為一個大能勇士 我們看看使徒行轉 彼得本來躲在三次 當耶穌被捉的時候 他都不敢認耶穌 說我跟隨耶穌 但是當他看到復活的主之後 他怎麼樣 整個人就變成了 他在使徒行轉幾次的講道 他的內容都是說什麼 都是講道耶穌為我們受死 耶穌為我們復活 我們要悔改相信耶穌 所以耶穌的門徒 基本上因為看到復活的主 他們的生命改變 他們很多 基本上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 殉道而死 殉道而死 所以彼得和約翰 當大祭司捉了他們 就說不准你們說耶穌 彼得他們還是老鼠仔 不是 他們很大膽地說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 只在神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酌糧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 不能不說 他們看見 看見是什麼 就是聽到復活的主的聲音 看到復活的主 所以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們怎麼能夠說 我們還是說 好像老鼠躲起來 我們要傳揚主的福音 就算你殺我 我都要傳揚 我的主復活 我們一樣會復活 保羅也是一樣 他本來是迫白 基督徒最厲害的 但是復活的主向他顯現之後 他立即就成變了另外一個人 為耶穌的緣故被打 被監禁 甚至被殺 他都依然站得穩 因為耶穌基督是復活 所以復活的主 是我們基督教 我們所傳福音的中心 就是我們的神 和其他所拜的不一樣 那些是人造的 那些是死的 但是我們的主是活的 今天你找不到他的墳墓 但是他活在我們的心裏 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他都說如果基督沒有復活 我們所傳的是汪言 你們信的是汪言 他說那些在耶穌基督裡面 死了的人 也都沒有希望 但是我們如果靠耶穌基督 如果我們現在就有指望 那我們是不是比別人更可憐 因為基督徒我們不要做這些 不要做那些 這樣活得很辛苦 但是因為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 給了我們有盼望 我們就算世界現在有怎樣的迫迫 什麼都好 不要緊 因為主的復活 帶來我們的復活 所以你看保羅和他生命的改變 本來激迫基督徒 最後他成為 他怎麼說 他說復活的主是他的自保 為了要得著耶穌基督 他將一切看成分土 我們用他的話來做我們的勉勵 做我們的結束 《非勒比書》第三章第七節第八節說 指示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 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迫 不但如此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迫 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自保 我為他已經雕氣萬事 看作分土 為要得著基督 希望我們是基督徒的 我們真的知道我們得著的是自保 好像保羅一樣 如果你還未曾認識耶穌 我亦希望你從我剛才所說的幾個角度 去認識耶穌基督 他才是唯一的真神值得我們敬拜的 今天的分享到這裏 感謝神差派Kolin姐妹 請神的話語說給我們聽 我們知道我們的神是由活有真的 我們現在就唱一首回應的詩歌 《神恩》 神恩將微微清海 主愛落人於心上 困法誰列加添安慰 解開眾罪困索 神恩將無盡迫害 神恩將無盡迫害 主愛永記於心內 圈陽全然使我見狀 送給眷有主人 神恩將無盡迫害 耶穌無限愛在身旁 令我心中敏感 為愛如十家基督救贖恩情 經常 Report 是誰 之永久 perception 從幾乎 願 子女 用來 聖冰 皇孫 方 泥 靠陽 黎明初升光線 送酒昨夜 黑暗 感謝神 現在又到了我們歡迎和報告的時間 歡迎大家同在網上聚會 但其實我們教會是有開放 有實體聚會的 英文崇拜是每個星期日的 早上九點半 國語崇拜是早上十一點 雨崇拜也是早上十一點的 歡迎大家來和我們一起參與崇拜讚美 另外我們教會的網站是有一個 www.cccf.tv 歡迎大家上去看看 我們關於神的事 關於我們的訊息 我們都會在上面有資料 另外我們教會有關於奉獻的事 大家如果未能來到我們教會奉獻 歡迎你支票抬頭寫cccf 就寄來我們教會地址 3945 Shafer Avenue Chino, California 91710 另外我們有一個熱線電話 如果你有關於教會的事 關於聖經 任何事 你都可以打電話來 我們的電話是626-634-3420 今天報告到這裡 我們現在請牧師或我們祝土之後 我們現在先唱三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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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請牧師或我們祝福 以上 祝福 咱們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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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兄姐妹平安 我相信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 你好有福气 主赐福给你 求主给你信心 来到认识这位天地的主 生命的主 爱我们至死的主 他担当你和我的罪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要一切相信他的人 不知灭亡 返得永远的生命 我相信现在是人类的历史 走到最后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里面 一定要爱主 好吗 我们现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 愿天父的慈爱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圣灵的交通 圣灵的保守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光照 与大兄姊妹堂在 愿在至高之处 永远归给圣父 圣子 圣灵 身为一体的神 在地上平安 归给众大兄姊妹 一切爱慕主 喜爱慕主 显然的人 主必与大家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同心合意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大兄姊妹主次福给大家 我们现在一起密土结束今天的聚会